还有假设你今天那个清单 清单上地区别是不是清单 假设你今天有1000个清单在这边 你应该要设让别人用搜寻法 去找指定的清单 例如说现在这个区域别 假设他现在不好找一个指定的区域 指定的县市名称 这个时候我希望说他用搜寻的方式 就是他打字打上去然后找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你第一件事情 你要选他 上面这个不太适合做搜寻 他已经做了之间了 然后区域别比较合适 接下来你点这个 这个更多有看到吗 只有清单跟下拉式清单 有没有搜寻 没有他在这里 他在更多选项 更多选项第一个是不是搜寻 点选搜寻之后 他这边是不是就出来 例如说我想要搜寻台中市 好我就输入台中 对不起 中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那当你输入了台中之后 台中后来也是下降吗 就是先清掉 然后输入台中 然后台中市打勾 就是最后这一段时间 他也是下降 那也是下降 可以吗 以上就是提供给你参考 那你这个搜寻 你可能要搭配 搭配什么清除选取项目 他才会全部都显示出来 好 这个提供给你参考 好 好